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让学习变得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 然后在我们等待其他朋友们的进入直播室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所谓的两个小消息 第一个小消息就是前一段有一个网络电影叫做大鱼 爱奇艺播的 然后的话很多同学说张老师 我看到里边有一个角色叫陈医生长得很像你 那不是像 那就是我 那个角色就是我扮演的 因为我最近去过去的一年 我在三个电影当中 做了一个简单的所谓的客串 其中一个是院线电影 我前两天看了一下院线电影的档期排档 正常来讲院线电影是今年暑假的时候 要进入院线去电影院播的 不过现在因为这个疫情 现在什么时候播也都不好说了 当时合作的演员包括像黄艳林 包括像焦俊燕 都是这个电影的男一号女一号 我在中间扮演一个精神变院长 所以说张老师要往演艺圈发展了 第二点就是我最近在录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是一个叫 直播带货主播选秀 直播带货主播选秀 换句话说就是 有朝一日 你们也许在某平台的直播间里边 看到主播带货的时候 有可能会去看到我 我也可能会去带货主播了 太好玩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不是说 我教育不过了 我不做老师了 然后的话我去做带货主播了 No 不可能 教育是我的根 因为大家你要知道 就是有的时候做老师跟做带货主播 他感受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做带货主播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把一个很好的商品介绍给了大家 然后的话 或者说是挣了多少钱 对吧 你像现在罗老师可能做直播 他是为了挣钱 然后的话去还债 我去做直播 挣钱其实我并不是很判重 关于是我想去学习 我想去学习 做带货主播 绝对不可能会成为我的主业 我以后如果 简简单是如果 如果说我以后去做所谓的带货主播的话 有的人可能会刷带 可能有的人 现在会刷弹幕说 张老师你带什么 有人说老师你是不是带什么 五年模拟三年高高 这种东西 也可能会带货带这种教育类的产品 也可能 但是我想说的什么 就是我不会说 就是说完全不干教育了 因为做教育还是不一样的 就是有些时候你要知道 像我们这种做老师的 每年最开心的是什么 每年最开心的是有同学过来跟我说 说张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科上研究生 真的这个是我最开心的 包括我这两天在录那个节目的时候 同样有去参加这个节目录制的人 然后的话就跟我说 张老师我现在是 那个女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 他说老师我是荒师大的研究生 我当年就是看了你的视频 才决定要考研 现在考到华东师大去的 真的就是这些人在找到我 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说 作为一个老师的这种 这种感觉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带货主播 我为什么要做它 我就是为了去学习 第一就是这个词现在很火 对吧 叫直播带货 现在词很火 我也想知道直播带货的逻辑怎么回事 就是它怎么来的这个事 就很多东西它那么便宜 它咋就那么便宜 是因为这个产品的利润空间高 还是说因为这个产品的售货渠道多 就是说因为它会层级加货 对吧 比如农民种了一个大葱 他种了个大葱 卖给一级批发商可能会很便宜 那对吧 越往上越贵 越往上越贵 对吧 那它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对吧 所以说的话 我就很想了解 那个行业里边的一些事情 知道吧 然后第二 就是我想了解 就是我带的这个货 这个产品当中 有什么样的知识可以去学的 比如说 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 然后的话 就是我们在录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款床垫 因为平时我们睡觉的时候 都有这种床垫 对吧 我说这个床垫 它里边的材料 因为它中间给我写了很多产品系统 我不太懂 然后我就问这个床垫的生产厂家 我说你这个床垫 它怎么就那么软 它怎么就那么硬 或者你这个床垫 这个功能 那个功能 它是怎么实现的 然后的话 这个床垫厂家就给我讲 说你看我们这个是椰蓉 这个是亚麻 然后这个是海绵 这个是什么 泰国的乳胶 对吧 然后包括说弹簧 有整体堂皇和单体堂皇 然后当你堂皇还有不同的颜色 有分三区有分七区 然后的话那个人就跟我讲 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我现在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床垫专家 你知道吧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不是床垫 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十大人物爆火专业 所以说以后真的 就是以后有机会 我给你们开直播 以后我就会跟你讲很多 因为我了解了床垫 了解了这个刷墙面 那个乳胶漆 包括说一些空气监测的一些东西 然后的话 我去了解这些产品 我真觉得好好玩 每个产品都有它 每个产品的行业的一些 自己里边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因为我是一个 特别喜欢学习新东西的人 只要是我不知道的 我不了解的 我都愿意去学 所以说的话 我最近在参加这么一个 叫直播带货 主播选秀 一个节目很好玩 所以说到时候希望 大家去支持我 也希望我下一次做带货主播的时候 你们也能来看 好不好 然后今天我们言归正传 话说到这 我估计该进来的都进来的差不多了 没进来的同学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也就算了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 十大热门爆火专业的详解 十大热门爆火专业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十大热门是哪十个热门专业 那么分别有金融会计 法硕 计算机 软件工程 通信 电气工程 和机械工程 学科教育 还有这个新闻与传播 我跟大家说实话 如果说你让我在一节直播当中 把这所有的专业 给你讲明白 讲透 咱们今天直播这个时长 是根本就做不到的 其实这每一个专业 我要是想给你想讲明白 给你讲透 从这个专业的报考的一些情况 跨专业考这个专业的一些情况 包括像这个院校的推荐 或者说这个专业到底该怎么报考 如果说我要给你讲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每个专业我都能给你讲一个多少事 每个专业我都能给你讲一个多少事 但是因为时间不允许 我们今天整个直播市场也就是一个多少事 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这里边有一些专业 首先我先说第一个问题 有很多同学说张老师 你看这十大热门 那么你们是怎么评价热门这两个字的 你怎么评价热门这两个字 包括前两天我跟涛哥 我们两个在做辩论 就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去为了就业 去所谓的去换专业 去换专业 那么这里边我跟大家说 有些专业是很好就业的 有些专业可能就业的形式没有那么很好 它热门仅仅是因为往这考的人比较多 包括里边还有没有的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没有的 就是正常往年十大热门里边 都会有一个专业叫做外语 其实外语这个专业也是很热门的 外语这个专业也是很热门的 包括说往年还有十大热门专业里边 也一定会有一个专业叫做医学 叫做医学 那么你像有些专业 它热门的原因它是不一样的 咱们在这里边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医学 医学热门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不是说这个医学专业有多么的所谓好 知道吧 而是因为学医的同学必须都得考研 学医的同学必须都得考研 如果说你从这个专业的考研率 这个角度来讲 那医学绝对是咱们中国考研率 最高的专业 它一定是中国考研率最高的专业 因为医学这个专业不考研 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没办法 所以说你要从考研率高这个角度来讲 那你说热门 那怎么评定 那这医学一定是有 医学一定是有 然后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是从考研人数的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外语这个专业呢 一定是考研人数比较多的一个专业 为什么呢 因为外语这个专业是在中国本科专业在招生的时候 真正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是被玩烂了专业 什么叫被玩烂了的专业呢 就是外语这个专业 你发现只要是个大学 它都有这个专业的本科生 只要是一个大学 它一定有外语这个专业的本科生 而我们这十大热门专业 你会发现 总有一类学校是没有这些个专业的 你以为他很热门 但是有一类学校 它就没有这些个专业 咱们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老师金融和会计是很热门的 是很热门的 但是有一类学校 它不会开金融和会计专业 哪一类学校呢 医科大学就不会开 你见哪个医科大学招本科生招金融专业 会计专业 没有 医科大学不会招金融专业 不会招会计专业 对吧 它更不会招什么新闻传播 也不会招什么电器 它不会招这种专业的 医科大学这些专业几乎都不会有 但是医科大学它有一个专业 什么专业 外语 中医药大学都有外语专业 中医药大学都有外语专业 你说哪个大学没有外语专业吧 都有 医科大学都有 所以说这个专业真正是被所谓的 就用我的话来说 被中国本科高校玩烂来的专业 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外语专业 就导致什么呢 外语这个专业抗议率高不高 很高 因为社会人文学科普遍找工作都不容易 那外语这个专业首当其冲 就考研率特别高 那你要从考研人生的角度来讲 外语专业应该是十大热门里边的 外语的专业应该是十大热门里边的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这十大热门专业 其实有的专业是属于那种叫就业前景 所谓的被看好 比如说新闻传播 这个专业我们今天不会把它作为重点去讲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不会把它作为重点去讲 就是这个专业是所谓的 被大家给看好的一个专业 所谓的被大家给看好的一个专业 我跟大家说的话 如果说在中国里边 你说老师这么多专业里边 什么专业最不适合考研 我个人觉得最不适合考研的专业 就是新闻传播 他是最不适合考研的专业 为什么呢 这个专业它明显的更倾向于什么 实际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说你还要去考研 我们原来给大家讲过 说考研它有五个目的 对吧 第一个目的是为一个学历 是为了一个学历 然后大家以后发现 这些专业里边 有些专业是一定要需要一定的学历 才能去做好相应的工作的 比如说工科 所有的工科专业 学历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工科专业 学历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有的工科专业 学历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你说老师 那像基农和会计 比如说会计 这个专业竟然会被大家认为 所谓的学历不重要 实践更重要 正更重要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的学校是一个 很普通很普通的学校 你觉得你会有什么实际经验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本科是清华的 和你本科是一个 对吧 我也不说哪个学校了 对吧 我怕道歉 对吧 就是你懂我那意思 是吧 一个二本 一个三本 你学会计 你跟我说经验更重要 你告诉我你获得的是什么经验 你获得的是什么经验 你你这个城市都不是省会 你在那个省份也不是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 然后你在那个城市呢 甚至连省会都不是 你告诉我你找什么样的工作 你你是什么样的经验 你想去一些好的证券公司 想去一些特别大的银行 对吧 可能吗 基本上不可能 对吧 基本上不可能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学历不是你考验的着目的的话 那么第二个 什么 那就是学校了 你要换一个学校 或者是什么 第三 你要换一个城市 你要换一个城市 第四 你可能要什么呢 第四 你可能会要一个专业 你说老师 我可能会换个专业 第五的话 你可能要什么 你可能要一个导师的资源 导师的资源 叫人脉关系 叫人脉 我原来给他讲过 你考研 这五个原因 那你要明白自己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去考的业 你考研 你真正要去追寻的是什么 那你像新闻传播 你追寻的就不应该是学历 新闻传播 你不应该追寻的是学历 新闻传播 你应该追寻的是什么呢 应该追寻的是城市 学校和人脉关系 城市 学校和人脉关系 因为有些城市 适合做自媒体 适合做新媒体 有些城市就不适合做 新媒体 对吧 那么有些城市 你在录节目 你们知道我们这个录节目 我刚才给大家说说 我们这个录节目 对吧 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在什么 在哪录吗 是在昆山路 就在苏州下边的一个县级市 昆山 全国百强县第一名 全国百强县第一名 就在昆山路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录这个节目 是什么 是哪个节目组 在做的呢 是上海的节目组 在做 叫灿兴 然后的话 灿兴做了很多很多 很知名的节目了 比如什么 什么中国达人秀 达人秀就是他们做的 知道吧 我们那个导演组 就是中国达人秀的导演组 知道吧 那你会发现在中国 你要是说做节目制作 电视节目制作 基本上 都会在什么 上海啊 北京啊 你说老师 我学 我想玩电视节目制作 老师 我去黑龙江去学 我告诉你 你在黑龙江 你没有一个节目 在黑龙江录的 除非说 我们这个节目 不是在 就是会在黑龙江录一期 但是绝对不会在黑龙江常驻 你想学怎么录节目 你在黑龙江录 你就完蛋 你什么都学不到 知道吧 你什么都学不到 所以说的话 这个东西 你就说什么 你每一个专业 你自己要看一下 你自己这个专业的考验目的 到底是什么 那么新闻传播 这种专业是什么 属于什么呢 属于大家以为 它就业很好 但其实这个专业 就业真的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当然这里边 还要分什么呢 分新闻学 传播学 是两个不同的专业 那比如说 现在所谓的直播带货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 这个直播带货这个业态 那直播带货这个业态 它是属于什么 直播带货这个业态 它就属于传播学领域里边 传播学领域里边 传播学领域里边 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广告学 广告学是传播学的一个方向 那直播带货 这个东西就是属什么 属于传播 传播学里边内容要有 广告学的内容也要有 你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你看直播带货里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做流量 叫做流量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不是我 不是我吹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 如果说同样的 有那么大的流量 罗老师有那么大的流量 我直播带货 我也有那么大的流量 真的 我觉得 我有信心 在卖货这个环节上 可能要比罗老师 稍微好一些 但是问题现在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 我如果在某平台开直播 没有那么大流量 平台不会做宣传 能明白吗 没有那么大流量 流量没有 你没有流量是什么问题 是传播学的问题 那当我在推荐一款产品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我们用的电视机 因为大家现在可能 老师你讲的什么东西 我们是在一个电视机面前讲的 然后的话 我们现在在面前 有好几个手机 然后还有一个摄像机 然后的话 我手里边有这么一张 这是我酒店的房卡 对吧 然后的话 还有我这个卖 对吧 然后的话 还有我们这个翻页笔 对吧 那当我介绍这个产品 的时候的话 那我在介绍产品的工程当中 我用到的是什么专业知识 我用到的是广告学的专业知识 我用到的是广告学的专业知识 比如说刚才我给你们讲 我说我讲那个床垫 那个床垫 我给你讲产品的 这椰绒也好 这椰绒也好 亚麻也好 泡沫也好 这个乳胶也好 它有什么差别 这就是广告学当中的卖点 对吧 但是你像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选手 有个选手 他选了一款什么产品 巧克力 大家你发现巧克力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这个巧克力的性能 巧克力原料特点 哪个巧克力广告 他给你宣传这方面 没有 对吧 那巧克力 他在宣传的什么 巧克力给你宣传的叫什么 巧克力给你宣传的叫什么 叫应用场景 大家发现了没有 应用场景 它告诉你下雨天 和巧克力更配 这叫什么 这叫应用场景 大家发现了吗 然后你在你在想 那个洗液 告诉你洗得很干净 那个叫功能 还有很多高科技的产品 比如说手机 对吧 你看那些手机新发布会的时候 比如说 那个罗老师在介绍 那个锤子手机发布会的时候 他告诉你 我们用的是这个东西 用的那个东西 那个是科技感 大家发现了吗 这个叫广告学 不同产品 那么从广告学 宣传的角度来讲 它有不同的应用 以后有机会的话 因为我 我最近在研究这个东西 有机会 咱们做个直播 我也不给你讲考研了 我就给你讲这些 这些怎么去分析产品的特性 然后的话 你怎么去分析这些 这个产品的应用性 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怎么设计 根据不同的人 设计什么样 不同的产品 设计不同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巧克力 那个我就给那个 当时是我们一个选手里边 有个女生 有个女孩子 他选了巧克力这个产品 我说 你可以这么推 这么推 然后的话 有一个选了矿泉水 我说 你可以这么推 这么推 就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推产品的办法 和应用特性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给你去分享这个东西 总之你要知道像这种专业 他热门是因为什么 想往那考的比较多 你会想法硕也是 想考法硕的人特别的多 有些专业是属于那种所谓的就业前景比较看好的 比如像软件工程 像计算机 这都属于就业前景比较看好的 就业前景比较看好的 比如说最近大家都知道我们 现在叫什么 叫新基建 现在疫情过去后的话 我们的经济要恢复 要进行新基建 要进行新基建 然后的话 现在比较火的四个字叫人工智能 你不管是新基建也好 还是人工智能也好 你离不开什么 你离不开计算机 也离开软件工程 这两个其实是属于一类专业 都是属于计算机类 都是属于计算机类 那么你看这个专业呢 学科教学 这个专业是属于考的人特别多 这是特别特别的多 多到什么程度呢 学中文的 学外语的 学数学的 学物理的 学化学的 学地理的 学生物的 他考研 他想当初中高中的数学老师 语文老师 外语老师 各种老师 他其实考的都是学科教学 比如学科教学 括弧数学 那就是数学老师 学科教学括弧语文 那就是语文老师 学科教学括弧化学 那就是化学老师 这是专业火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的师范大学 太多太多 而且就业环境也完全不一样 知道吧 就业环境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人是属于公立学校 有的是属于私立学校 那公立学校有公立学校的 这个教学的这个背影也好 还是说能力也好 那私立学校有私立学校的这种 教学的背景也好 还是能力也好 就是他要求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最近 我也在研究另外一个事情 我也在研究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这种这种直播课 但你会发现现在有疫情啊 然后的话呢 就有这个直播课这么一回事 那么直播课呢 有的小学的直播课 然后初中直播课 高中直播课 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培训机构 对于我们这种培训机构 这个疫情真的是 让我们培训机构很头疼很闹心 这个中小学培训机构 现在都不准开 都不准开 现在全国 我了解到的培训机构的情况是 只有合肥明确了 高中辅导机构 什么时候可以开 因为马上要高考了嘛 然后其他的辅导机构都不准开 那对于就我们这种培训机构来讲 就很麻烦 你要不转线上的话 那你这几个月员工的工资 你说你辞退员工就 对吧 这不好弄你知道吧 非常不好弄 那你怎么办呢 就转线上 那转线上的话就存在一个问题 第一流量怎么来 第二你怎么把线上这个流量 去进行转化 对吧 你不能一直上免费直播课 你就跟我们今天这个课一样 你知道吧 你看今天你这个课 你上的是免费的 对不对 你上的课是免费的 我跟你讲这么多 你都是免费的 对吧 那我不能天天免费给你讲 我也得吃饭 对吧 我这外边还有好几个员工 在这给我呢 对不对 我也得让他们吃饭 那我得想办法从你们兜里收钱呢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就得想怎么办 对吧 你懂的 反正这是一个过程 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看 私立培训机构和公立培训机构就不一样 我丈母娘就是公立学校的老师 我丈母娘就每天就无所谓 反正我丈母娘是小学老师 她是小学老师 然后的话呢 她就是开不开学无所谓 反正不开学也会给我发工资 确实公立学校就是这样 稳定 这是很多人考公立学校 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到公立学校当老师 我不上课 他也给我发工资 那对于我们这种私立培训机构就完了 我们这种私立培训机构的话 那对吧 就很麻烦 对吧 但是你如果说真的等恢复了以后的话 那公立学校的老师的收入 肯定比我们私立培训机构的老师收入又低很多 所以说的话 你会发现这种专业的就业业态 它又不一样 那这是这个专业的就业业态 那别的专业的就业业态呢 也不好说 所以说的话 我就刚才跟大家说 我说你看这么多专业 我说每个专业都给你讲详细了 从报考 从选人 到这个考试 到这个专业的就业 你说就光这一个专业 我一个小时 你觉得讲的完吗 根本就讲不完 所以说我们今天 只能大概的给大家讲一讲了 只能给大家讲一讲 然后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再给大家更详细的讲一讲 好不好 看一下时间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二十多分钟了 然后我们首先来看金融学 这个专业太火了 太火了 我们得说一下 多多少少说一下金融学 太火了 金融学就业前景 大家看到很多 一大堆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金融学也好 还是说会计学也好 这两个专业 就是经济类和管理类 我统一说一下 经济类和管理类 经济类和管理类 大家考试的时候 它是首先你要注意一个 就是经济学和管理学 它考试的时候 学术和专硕 学术和专硕考试内容差别极大 这是这两个专业的第一个特点 学术和专硕的考试内容差别极大 这两个专业考试内容差别极大 我们先说金融学 金融学如果你考学术的话 他考的是政治 英语 数学 大多数学校是考数学三 有很少的学校是考数学一的 然后还考一门专业课 这个专业课的金融学 一般考的是西方经济学 宏观和微观 微观考的较多 要么就高红业 要么就曼坤 有极别变态的学校 在专业课这个领域里边 他考的是经济学与管理学 他除了要考经济学 还要考管理学 这是学术 这是学术 我们给他写上这是学术 那么专硕的话呢 他考的内容就比较诡异了 就考的很诡异 他考的是政治 英语 第三门课 有的学校考数学 有的学校不考数学 他如果不考数学的话 他考的叫经济类综合能力联考 我们简称叫经综 经济类综合能力联考 经济类综合能力联考 那么最后一门专业课 他考的是专业综合 比如说经济学专硕 他有六种专硕 有金融专硕 那金融专硕考的就是 431金融综合 我们直接写代码 431金融综合 那么你说老师 我国际商务硕士 那他考的就是 国际商务硕士综合 老师我考的是 应用统计硕士 那考的就是应用统计综合 老师考的保险硕士 考的就是保险硕士综合 大家能理解吧 那么他考试科目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是 大家注意的第一点 就是他学硕和专硕 考试内容不一样 那老师那学硕和专硕 你更倾向于 大家考哪一个 我说的话 各位同学 如果说你考的是 社会人文学科 我统一倾向考专硕 社会人文学科 我统一倾向考专硕 除了会计 会计这个专业 专硕考起来 说的话 就是偶然性极大 偶然性极大 你像 你像今年 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今年到底 会不会去线上复试 或者说是有同学 在讨论一个问题 尤其是像 我也不说是哪个学校的了 以免又要道歉 某一个学校的大学老师 他提出今年的什么建议呢 他说今年我们取校复试 直接用复试 这最公平的 很多同学在网上 都有这样的 这最公平的 对吧 然后的话 前两天 涛哥在网上 也曾经发了这么一个视频 说有学校说 取校复试 是不是公平的 老师 我觉得很多同学 都觉得很公平 他说是成绩 这最靠谱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按成绩排名 对吧 什么面试不面试的 万一有黑幕呢 万一有猫腻呢 你们说这些东西 这合理不合理 我们先放在一边不说 这个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跟你们讨论这些东西 我只问一个问题 会局专硕复复试 怎么办 因为会计专硕 在初始阶段 考的内容 跟会计批关系都没有 会计这个专业 他如果你要考学术的话 他考的是政治 英语 数学三 和专业课 专业课一般考管理学 而会计专硕 他考的是两门课 一门叫做英语二 一门叫做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联考 管宗 管宗这个东西 他跟会计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说这个专业 我们就拿这两门课程 考试结果去录取 合理吗 完全不合理 那既然会计 能组织 不管是线上复试也好 还是线下复试也好 那为什么其他专业就不能组织复试 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 你说老师会不会取消复试 不可能 我告诉你不可能 知道吗 而且我告诉大家 就是怎么说呢 以我这么多年 就是对于研究生的教育的理解 和我辅导的人 我自己的感受来看 就是在咱们国内高分低能的人 太多了 真的 高分低能的人太多了 我也不说是哪些学校了 有些学校 考研是最重要的事 对 考研真的很重要 但是各位同学 你们的考研之余 能不能 去提高一下 你自己的其他方面的能力 真的非常的重要 就包括说 我举个例子 你拿我们这种私证公司来举例子 就是 就是我们很看重能力 真的非常看重能力 他不是说你学历 学历是一个敲砖 而且大家你会发现 现在研究生都在干嘛 都在扩招 有同学问我张老师 你看今年扩招了 今年会不会还是继续扩招 继续扩招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维持今年的招生规模是很有可能的 就是咱们研究生一直在扩 几乎没有再往回缩的时候 知道吗 也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人会成为研究生 知道吗 越来越多的人会成为研究生 那么企业在选择的时候 就会在这一堆研究生当中进行选择 进行取舍 那你告诉我 你我凭什么要用你呢 我凭什么要给你升职加薪呢 所以说研究生学历 它是一个敲门砖 它不是一个能够让你持续生发财的一个东西 那你想去涨工资 那你怎么办 你还得靠你的能力 这个能力它是方方面面的 知道吧 比如说 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很多 比如说 很重要的其中一个能力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其实在我们用人单位的眼中 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是什么 是你各个专业的交叉性 知道吧 你各个专业的交叉性 比如说 你又懂传播学 对吧 你比如我们做老师讲课 我们做老师讲课 你想想哪 我为什么可以所谓的火 我为什么可以所谓的火 就是我又懂怎么把课讲好 我又懂得传播学的一些理论 我知道怎么让我的视频变得更火 我知道你们想听 我知道怎么做好新媒体这个内容 你要想做好新媒体内容的话 你首先得有一个好的策划 这策划一定要有延续性 然后的话呢 我们要设计脚本来进行拍摄 那怎么拍摄 你在不同的平台 不同平台有不同的调性 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看看 你看B站 你再看偶音 再看快手 你这个三个平台 你各看半个小时的视频 你就会发现 这三个不同的平台 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人群 是对应的三种不同的人群 知道吗 所以说的话 大家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就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综合性的人才 所以说你们在这个专业 在考验之余 那么你像这两个专业的话 学说和专说 大家要考虑明白 然后另外的话 对于这两个专业 我真的给你们一个建议啊 我真的给你们一个建议 什么呢 除了你把这两个专业考验考明白以外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 这两个专业一定要跟什么相联系 跟企业相联系 跟企业相联系 金融学里边有一个东西叫做公司金融 叫做公司金融 知道吧 你要跟企业有联系的 什么叫公司金融 比如说我们这种公司 我们要去融资 这就叫公司金融 我们要去融资 这就叫公司金融 我们资不怎么融 我是找什么样的银行融 我找什么样的银行融 我还是找什么样的投资机构来融资 我上市该怎么去上市 我该到上交所上市 还是到深交所上市 还是到香港上市 还是到新加坡上市 还是到美国上市 对吧 我们前两天说海底捞 涨价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那是一个新加坡上市公司 还得到是新加坡企业 我们吃的火锅是新加坡火锅 大家知道吗 它是在新加坡上市的 知道吧 所以说的话 大家你要明白的是 这就叫公司金融 我这种公司 我怎么去有这种金融 这是包括什么 还有包括什么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的话 它涉及到什么 我给企业放贷 什么样的企业 还贷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说我放贷款 给企业放贷款 贷款还不上 这叫什么 这叫坏账 这坏账很可怕的 如果银行换账率特别高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银行就要倒闭 发生几个银行就要倒闭 那跟企业有没有关系 太有关系了 所以说你要知道 金融学 它其实理律上来讲 它是为什么 它是为我们企业来进行服务的 它是为企业进行服务的 所以说你这个专业 要跟企业有关系 包括会计 也是要跟企业有关系 因为不同的企业 它做账的方法 方式是不一样的 它确认收入的方法 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会计 最近很火的一个事 就是某咖啡品牌 说自己的财务造假 造假金额达到22个亿 造假金额达到22个亿 然后的话 这个公司刚出完这个事情 国内另外一家 在美国上市的企业 我也不说是哪一家了 也自爆自己的财务问题 是有问题的 也自爆自己的财务 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的会计做账方式 收入确认这方面是出了问题的 当然收据不好听的话 就是你作为上市公司的话 你都是有审计的 相关审计公司都没有看出来 你觉得可能吗 你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 然后那么大的一个缺额 你看不出来 你觉得可能吗 我真的 所以说大家你要知道 像这种专业 一个是你要看好学术专硕 另外的话 就是你要跟企业相连 最后给你个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院校这一块 大家你看我们后边 都写院校推荐 都写了院校推荐 前面都写了院校推荐 像经济和管理这两种专业 它跟你未来就业的地域性 是很相关的 就是这两个专业 你很有可能是 你未来在哪上学 就极有可能会在哪就业 未来在哪上学 是极有可能会在哪就业 所以说如果大家你觉得 像金融也好 会计也好 你考不了全国知名性院校 那你怎么办 地方性财经类高校也可以选 地方类财经类高校也可以选 知道吧 当然看你自己的实力 这个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力来判断 就是包括像金融也好 会计也好 包括我们以后所有的员业 我们在给大家讲的时候都是这样 我在给大家选一校的时候 绝对不是说上来就一棒子摔死 就是你一定能考什么学校 比如说金融和会计 也要考研 其他专业也一次类推一样的 同会计也要考研 我说同学你要考哪 你学金融学会计的你要考哪 就有同学跟我说 张老师我考人大 我就想问他 你咋知道你能考人大 同学一想也是 太子不量力了 还敢考人大 是吧 老师我算了 我不考人大了 你咋知道你考不上人大 一听就懵了 你这啥意思 那我这到底是考人大 还是不考人大 那你这什么意思 什么一会我考当时考不上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 你还没有复习 你怎么知道你复习的好还是坏 对吗 所以说你不能拿你自己 现在所谓的状态 或者是以前所谓的状态 来判定你以后的事情 都明白吗 就是你必须得复习 你复习到一定程度以后 才知道 我现在复习的状态好还是不好 我现在这玩意 我到底能不能学明白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数学 然后我数学特别的差 但我想考一些 想考经济类管理类 那肯定有可能 你要涉及到数学 对不对 那你以前数学学特别差 可能是因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 你自己那个老师讲课 讲的不好 对吧 你报一个我们的辅导班 你说不定我们这个老师 讲课讲的就很好 让你毛色动开 就把数学的大门 给你打开了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 这个大家你要知道 就是你得根据你复习的状况 来判定你自己 到底能报什么样档次的学校 所以说大家 你对于金融学也好 会计学也好 包括其他所有的专业 尤其是你考数学的专业 你像我们过一下 你看这里边几个专业 这个专业考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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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这种考数学的专业 考数学的专业 大家一定要什么 等你数学复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再去订阅校 千万不要订阅校订的太早 订的太早是 订的太早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你知道吧 你这老师我订高点 你数学复习的不好 你怎么考那个学校 老师我订低一点 越复习越好 越复习越好 越复习越有心 你说你订低了 你不闹心吗 对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复习 一定程度的时候 然后再去说选一小时 好不好 然后的话我们金融和会计 就说到这 法硕 这个专业考的人也很多 太多了 法律硕士 那法律硕士呢 它分成法学和非法学 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法硕 其实说的是什么 其实说的是 法律硕士非法学 法律硕士法学是谁考 法律硕士法学 是本科学法律的人 他在考 本科学法律的人在考的时候呢 大多数人可能考法学硕士偏多 考法律硕士的偏少 而我们说法硕 其实大多数情况 说的都是这种 法律硕士非法学 这什么意思呢 所有本科不是学法律的 但是将来想从事法律工作的 你要是想从事法律工作 你本科不是学法律的 你考研考的叫 法律硕士 法律这个专业 在国外都没有本科生 在美国是没有本科的 没有法律本科 你先学个其他专业 然后再来考法律这专业 为什么呢 法律是为谁服务的 法律是为谁服务的 是为人服务的 法律是为人服务的 所以说你首先 我们得了解各行各业 得了解这个社会以后 然后你再说 你想学哪方面的法律 这是国外的法律教育的 一个方式 那咱们国内呢 它法律它有本科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毛病 或坏事你知道吧 总之呢 我就想告诉大家的是 法律硕士呢 他是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 叫复合性人才 所以说你会发现 法学硕士是真正的什么 叫法学专家 我本学法律 研究人学法律 我就没学过其他的东西 但是法律说是不一样 他法律说是培养的是 复合性人才 什么叫复合性人才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学图目的 那么我学图目的 我就会对房地产行业 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明白吗 我学图目的 我就对房地产行业 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那么像我们这种 房地产行业 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法律 那么我学图目的 我在学习法律 那么怎么样 就会很好的融合 大家能明白吗 那我现在就可以做这方面的专业律师 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说的话 他一定是什么 叫复合性人才 这个专业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培养 复合性人才 然后为相关行业来进行服务 所以说整体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 说实话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这几个 就是公检法机关 公检法机关 包括像监狱 公检法机关监狱 你要知道像现在基层的公检法机关 是很缺人的 基层的公检法机关是很缺人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你想考 想考一些公务员什么的 那么这种专业可以说是真的 真的我个人觉得还是 还是很好的 当然律师这个东西 大家你要明白 它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就是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律师 我原来我说 我说你们律师行业 据我了解28分 这28分 什么叫28分呢 就是20%的人占了80%的钱 80%的人占了20%的钱 那贫富差距特别大 然后的话我采访了一个律师 然后那个律师跟我说什么呢 说张老师 你太看好我们行业了 我们行业不是这样的 我们行业是19分 是19分 是10%的人占了90%的钱 90%的人占了10%的钱 他跟我说这个时候 我说实话 我觉得挺心酸的 然后那个大哥 就是如果大家 你们在网上看这个视频 应该是能看得到 那个大哥以前给我很深 就是那哥们跟我年龄差不多大 但是白头发特别的多 白头发特别的多 然后的话我还跟找这个人 找这个人来上我这个节目的 这个兄弟 我还问他 我说这哥们怎么白头发那么多 我说他小时候 他上大学的时候 就这么多白头发吗 然后我那朋友说不是 他当了律师以后 才这样的 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 你不要被一些什么青春偶像剧给骗了 说什么律师是什么高薪行业 什么什么挣大钱 什么的 真不一定 你要想干到那个高度 可不可能 很有可能 但是难度比例比较大 难度比例比较大 他不像说 他不像说其他工科专业可能相对容易 这种专业才真的 难度比例比较大 难度比例比较大 而且的话这种专业 也还是有个特点 什么呢 只要是社会人文学科 地域性就很强 只要是社会人文学科 地域性就很强 我们回到刚才那十个专业 我们刚才说到 社会人文学科 地域性就很强 那么这十个专业 社会人文学科 属于哪一种 金融 会计 法硕 新闻 传播 学科 教学 这些都是属于社会人文学科 那么这些专业最大的特点 就是就业地域性很强 你在哪上学 基本上就在哪就业 你在哪上学 在哪就业的可能性 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咱不是说百分之百 不是百分之百 大概率 大概率 当然这些就业地域性 大概率远远没有一个专业的 大概率更大 什么专业 医学 这个专业是就业地域性 更强 如果说这些专业 像金融会计 说这种专业就业率 就业的时候 就业地域率 就是你在哪上学 在哪就业 这种比例能达到一半以上 医学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就到这种程度 但是像其他专业 你像计算机 机械 电器 通信 软件 像这种专业 你在哪上学 就不一定在哪就业 在哪上学 就不一定在哪就业 所以说的话 这种大家要去了解一下 如果说你要是高考的话 你要高考的话 因为高考大家在学院校的时候 很有意思 高考的时候 大家在学院校的时候 有的家长是出去了 不想回来 有的家长是什么呢 希望孩子出去了 一定要回来 你知道吧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在东北讲座 我在东北讲高考之院的填报 而东北的家长就会跟我说 张老师 你给孩子选个专业 让他在那学班以后就别回来了 这东北的家长 你知道吧 然后你在北京做讲座 你在青岛做讲座 你在四川做讲座 你在广东做讲座 那个时候 你和广东的家长 和北京的家长就是一样的 他什么呢 他说老师 我这个孩子到外面上学是可以的 但是我希望他回来 你知道吧 就是他不希望孩子在那上学 在这留业 所以说你看这个时候 这种就业地域性 那不同专业的话 就有不同的报考技巧 不同专业就有不同的报考技巧 所以说我们讲到法术 讲到了就业地域性这个问题 讲到就业地域性这个问题 然后下面我们说计算机和软件 其实这两个是属于一类 那么计算机和软件的话 我希望提醒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计算机和软件专业 他在考研的时候 考不考408 考不考408 408是什么 408叫计算机综合 它是一门国家同考的专业课 408是计算机国家同考的一门专业课 包括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和数据结构 那么如果说这个学校考408 那难度就稍微大一些 因为你要看四门专业课 那如果说这个学校不是考408的 他自己出题 那自己出题的难度呢 他难度我们先放在一边 他广度最起码比408要小 如果学校自己出题 他不会考四门专业课 能明白吗 如果学校自己出题 他不会考四门专业课 但如果学校是自己出题 如果说学校是同考 那就是考四门专业课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计算机这个专业 目前就业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目前就业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现在要讨论到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包括说未来的叫区块链 这个概念最近也很火 什么叫区块链 最近很火的一个概念叫做比特币 比特币就是区块链 然后的话 现在还有各种杠的币 各种杠的币 然后的话 有一个圈叫做币圈 币圈前两年 真的是有一大批富翁 因为我也认识了很多很多币圈的人 然后的话真的 就是币圈前两年赚到钱的人 真的真的很牛 然后的话 就是各种牛 各种牛都无法用语言去形容 当然这两年币圈没有那么热了 然后的话 这些人也没有 有些人没有那么牛 甚至有些人都已经 都已经这样了 所以说的话 计算机的概念真的层出不穷 而且就是未来 包括你像计算机也好 软件工程也好 未来 咱们国家一定会非常非常重视一个事情 叫做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 信息安全 你会发现 未来国家和国家之间打仗 先打的是什么 先打的是什么 原来说是 我给你发射什么一个导弹 或者说是怎么样 不会的 知道吗 先玩的是什么 网络安全 一定是 一定是 因为知道现在这个 电子战 干扰战 这个包括像网络战 对吧 我给你弄个病毒 我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 叫以色列军事强国密码 就讲的以色列这么一个国家 以色列那么小 你们知道以色列有多大 以色列是2.6万平方公里 2.6万平方公里 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 它比北京加天津 略小一点点 它比北京加天津还略小 人口900万 人口900万 就比北京的常住人口一半 还要少 但就是这么一个国家 国土面积三分之二 是欧洲最大的蔬菜出口国 你能想象北京和天津 每天种菜 负责全欧洲人 蔬菜水果40%的市场 是以色列 这么一个2.6万平方公里的国家 干的事 而且以色列也是一个军事强国 也是个军事强国 它军事强国到什么程度 它是世界第六大军火出口国家 它出口的国家对象 包括像美国 法国 中国 中国也在买以色列的产品 也在买以色列的军火 知道吧 然后的话 就是我看这本书 叫以色列军事强国密码 大家可以去 可以去买这本书看一下 中间就讲到了什么呢 中间讲到以色列 网络安全 它做网络病毒 然后怎么去攻击敌方国家 做网络病毒 攻击敌方国家 所以说的话 这个专业真的 你要说长久不衰 真长久不衰的专业 那网络计算机 我真觉得是一个 可能会长久不衰的专业 所以说的话 你既然学这个 但是有的时候 张老师 我学别的专业 现在考这个专业 来不来得及 来不及 来不及 所以说有些专业说 所谓的十大热门 所以说有的时候 就评价这种十大热门专业的时候 我觉得都没什么太大意义 你知道吗 像刚才我们说的十大热门 我们再回到这 十大热门 我经常会觉得 这种十大热门专业平起来 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每年都有这样的同学 我张老师 什么专业最热门 或者说是有一些报道 包括像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东西很 很乍眼 你知道吧 就很乍眼 传播学玩的是什么 传播学玩的就是眼球 你怎么起标题 能吸引大家眼球 但其实吸引大家玩眼球 意义大吗 意义根本就不大 为什么呢 你像计算机这种专业 计算机 软件 通信 电器 热不热 热 好不好 好 能跨专业报考吗 不能 你说的干啥呢 那你这个热是什么意思吗 就像我刚才 最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说的 你这个热是什么意思吗 你是报考的人多 还是说跨专业考的人多 还是说就业就业工资高 你这个热 什么叫热 什么叫热 概念是什么 什么叫热 就像有时候经常过 什么专业好不好 什么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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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什么叫帅 你给我帅吗 他不觉得我帅 真的 节目组说张老师你给你自己贴个标签 你是颜值类型的吗 我说你瞎呀 长成我这样 颜值类型 疯了 对吧 对吧 你什么叫帅 什么叫高颜值 什么叫热 你这种专业 热又怎样 热我也不能考 热我也不能考 跨专业考不了 对吧 你说老师我从通信考计算机 你试试 有点难 不能说一定不行 不绝对啊 咱们做事不绝对啊 你要百分之百不行 那肯定不会的 你要说跨专业考百分之百 有一个专业是肯定不行的 什么专业呢 这专业又出来了医学 这个专业是百分之百不要跨专业的学生的 你考高分也没用 也不要 知道吧 老师我学计算机我考西医综合 考很高分 400分 白搭 不要 知道吧 但计算机专业你要真能考400分 那也行 那也行 知道吧 什么叫热 你这个就很奇怪 这个概念就很奇怪 你知道吧 计算机软件工程 通信 通信其实它是跟另外一个专业是很相关的 叫电子 叫电子 实际上我们在本科专业在录取的时候 电子和通信是放在一块 叫做电子信息工程 如果大家对这个专业你就了解了 叫电子信息工程 就是你会发现通信的专业呢 既学电子专业的专业课 又学通信专业的专业课 那电子专业是一样 我既学电子专业专业课 又学通信专业的专业课 所以说的话 这两个专业呢 目前还是相关性比较大 当然通信这个专业呢 它分成两个 一个是属于信号的发射 一个是属于信号的接收和解码 一个是发射和编码 一个是接收和解码 所以说的话 你会发现通信呢 它是有两个所谓的重要研究方向 当然呢 它的应用场景就很多了 应用场景就很多了 我们现在几乎所有东西都要通信 比如像物联网 这是前两年比较火的概念 物联网 这是前两年比较火的概念 包括像现在的人工智能 那么你会发现所有东西的发展都离不开通信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没有网络 世界会是什么样 首先没有网络 你现在就看不了我直播 对吧 你没有网络 现在你看不了我直播 包括像前两天 就最近 就最近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跑步 我天天跑步 我跑这么瘦 怎么下来的 跑步跑下来的 我正常跑步跑下来的 我今天我才意识到 我这个月可能要跑400公里 我原来我计划是这个月跑300公里 但是没想到这个月刚刚是前面几个 因为跑了好几个半马陪我们 因为我严谨成同学 他们有去甘肃戈壁 我陪他们戈壁的队训练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 就绕着我们现在陆姐妹在昆山 我就绕着昆山的那个 那个花桥 布兰中心 我今天绕着那会跑 跑跑跑跑 我发现我 我现在我跑了一百一百七十公里 这才13天我跑了一百七十公里 我估计我这个月跑量得干到300多 知道吧 就成天在这在这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然后的话呢前两天 寒寒跑步上了微博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吗 说寒寒跑步 他五公里是跑了18分钟多 我说实话我跑不了那么快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那双鞋 寒寒当年 当时跑步穿那双鞋 跟我的跑鞋是一样的 叫耐克的 Next% Next% 是非常牛逼的一款鞋 就是马拉松公认的 就是你跑马拉松一定要穿那双鞋 叫耐克的Next% 就是我给那个鞋抢了一个广告语 就是你穿那双鞋跑步 你只需要抬起脚 剩下的脚轨这双鞋 这个鞋它有一个很好的向前的推力 你只要穿那双鞋 你往前走路或者是跑步 它会有个很强的向前的推力 然后我一个同学跟人打赌 我说五一要全马跑进四小时 他就全北京到处买这双鞋 买不着 然后他就在群里边问我们 说 雪峰你那双鞋在哪买的 我说你什么有病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都2020年了 你买双鞋还全北京可商场找 你在网上不就完了吗 对吧 所以说有些时候大家你会发现 你像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包括像中国一些网络媒体的发展 我们要感谢谁 我们要感谢中国真的大力的去建设通信 我今天看了一个老外在国外的知乎 讲中国的经济发展 就讲到什么呢 说中国的通信真的太厉害了 中国的四季的激战 中国的四季激战 就是全世界所有国家 记住我说的是所有国家 包括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全世界所有的这种国家 它的四季的激战 都不及咱们中国的四季激战多 当然这样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如说有重复建设激战 有这样的原因 知道吧 连通电信 移动 他们都建激战 有时候这种激战 重复建设原因 有这样的原因 有这样的原因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 现在你在中国任何一个县 甚至任何一个村 比如说你到了云南 你到了贵州 你到了广西 你到了甘肃 就是那种地方 你看它那个地形 你看那个地形图的话 你会发现完全就不适合人类居住 但是咱们中国人多 那就有人 那会有很多很多县 可能我们觉得这个县很穷 对吧 但是它怎么样 一定会有手机信号 它的四季信号一定会很好 我包括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去年8月份的时候 我去了一趟甘肃的戈壁 甘肃省敦煌市瓜州县 我去这趟戈壁走玄藏之路 你在戈壁摊上 4G的信号都是很好的 在戈壁摊上4G信号都是很好的 所以说我们真的 这些东西真的要感谢通信 真的要感谢通信 当然通信会发展的越来越快 5G马上就要来到 对吧 然后的话在5G马上还没来 因为马上要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已经宣布 我们开始所谓的6G研究 这个通信速度越来越快 通信速度以后就没有缓存 知道吧 以后越来越快 当然就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所以说这个专业 它一定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在里面 很多的应用场景在里面 电器 这个电器 大家你要知道 它不同专业是不一样 那么电器 其实我们大多数学考的是什么 考的是这个 电力系统极其自动化 对吧 其实大家主要玩的是什么 玩的是电网输电 电网输电 机械 这就不说 学科 这个就是当老师 还是那句话 你想当 你想当公立学校的老师 还是想当私立学校的老师 这个你要去想明白 你要去想明白 啊这个 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专业 难考不难考 这个都可以还要看你自己复习 对吧 但是你未来就业的选择 这个你要 你一定要想明白 你不 这个我跟大家这样说 就是 不管说你选择公立还是私立 还是说未来大家 你其他专业同学 你去选择工作 呃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要学会 干一行爱一行 而不是说 这山旺的那山高 大家能理解吗 你每一个人 在你自己那个领域里边 你都可以做出一定的成绩 包括说我去做这个 我我直播前 我给大家讲 说我要去做这个直播带货 我希望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 你只要努力 你只要认真 这个事你就可以做得成 没有什么擅长不擅长 适合不适合 关键看你自己是否去努力 你是否认真去对待 知道吧 所以说的话 我就是你包括这个教育也是这样的 我跟大家说啊 就是这帮教师啊 经常干这样的事 你比如现在我们私立培训机构 我们私立培训机构 现在因为有疫情的影响 我们私立培训机构 现在不能做卸下 然后的话 这帮就会有怎么样呢 就会有一大帮 私立培训机构的老师就在想 哎呀我当年咋就没去公立学校 我去公立学校以后 多好啊 公立学校 我不管有没有疫情 不管有没有上课 所谓的汗烙保收 一直都有工资 对吧 包括现在这个疫情 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我告诉大家明年公务员考试一定很难考 真的 明年公务员考试一定会很难考 大家都觉得说 哎呀你看现在公务员多好啊 汗烙保收 对吧 汗烙保收 每个月该发工资发工资 你像私立机构动不动就裁员 你会发现今天热搜 又是有两个公司 因为裁员上了热搜 这两个公司还辟谣 说我们不是裁员 我们是莫为淘汰 这个裁员其实没什么差太大差别 对吧 我们不是裁员 我们是莫为淘汰 为什么 大家要理解一下这些企业 真的不容易 没有收入 我收入瑞减 我怎么给员工发工资啊 真的真的 你老板你自己去理解一下 对吧 所以说包括说 现在总说 我们要有很多很多政策 推动大学生去就业 企业都活不下去 他怎么为你们提供就业岗位 对吗 你这个 就没办法知道吧 这很多事情你就没有办法 然后的话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疫情完了以后 我跟你说这帮公立学校的老师呢 开始羡慕私立培训机构的老师 为什么 私立培训机构的老师 挣钱收入这方面 确实是比他们要多 为啥 辛苦啊 拿我来举例子 大晚上的 不在家好好待着 不去好好准备节目 明天我们彩排 后天我们叫录像 我不去准备节目 我在这给你做直播 对吗 那我收入所谓的高 是跟我付出成比的呀 你老师有没有那种工作 你经常有同学问我这样的问题 老师有没有那种工作 又不累 又挣钱 又稳定 离家近 去死吧 去睡觉 梦里什么都有 知道吗 你说那玩意儿现实是不存在的 你去做梦 梦里啥都有 知道吗 你不要想着说 我又付出努力 又能得到回报 不可能 真的 不可能的 所以说你不要说这山梦里那山高 我去公立羡慕私立 我去私立羡慕公立 No 你想好自己要干嘛 然后的话 你做了那个事以后 就要努力去做 你只要努力 你一定能做好 比如说现在我 我跟他说 我说我去做直播带货 我一定能做好 为什么 因为我会努力 就这么简单 知道吗 就这么简单 然后如果说大家考验的路上 有这样的工程 这样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老师 我运行专业怎么选 对吧 老师我到底要不要有任何专业 我任何专业到底怎么选学校 如果说老师我各科不知道该怎么复习 有些时候我跟大家说 你那科学的不好 为什么 你就没预论好老师 就这么简单 你看我火了以后 接上同学跟我说 张老师 我将当年就没预论你 我预论你 我肯定好好学习了 说明什么 你就没预论好老师 对吧 你个人你自己复习不好的话 你就都没预论好老师 对吧 然后你也自己坚持不下去 自己能力也比较差 那你怎么办 那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全托一战式无忧的上岸的方式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的蜕变计划课程系列 一战式全程备考方案量身定制的无忧托管 就是说你考验有任何问题交给我们 我们的蜕变计划的复习方案 全部都帮你解决了 从公共课到专业课 从厨师到复试 咱们全都可以帮你解决 那么我们包括院校专业规划 咱们一对一的一个规划 包括咱们明师的亲寿 咱们正是徐涛老师英语图默明老师 是杨超老师 对吧 然后专一课是由我来带的 专一课是由我来带的 包括咱们整个的科生底气 我们有教学 我们有助学 对吧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 你说老师我复习期间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办 老师我这个题不会做 那个题不会做 那你要记住 你报辅导班干嘛的 我们老师是干嘛的 帮助你辅导的 让你的成绩提高的 所以说我们有助学系统 我除了给你讲课以外 你有不问题我还给你讲会 就这么简单 知道吧 当然我们还有公共和和专业课的 一对一针对性的指导 咱们的专业课 是给你找到你目标眼神目标专业的人 一对一给你辅导专业课 他怎么考上去的 咱就让你怎么考得上 知道吧 而且我们要多对一的管家式读学 你不要以为 所谓的我们是个网校 我们就不监督学习了 你错了 网校监督你学习是最最准确的 为什么 你得登陆账号就来上网课吧 你上了多久 上到哪我全知道 你该把这个课上完 没上完 你信不信我打电话呼死你 所以说咱们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一体式一站式的 从公共课到专业课 从厨师到副师 对吧 老师我不爱学不行 知道吧 你只要跟着我们这个班 你必须得学不学都弄死你 知道吧 就这种 那么今天我们一站式推并计划备考方案的限量抢购体验 二十九块九 你说老师你这班到底到底行不行 老师我想我想先试试 二十九块九 你就可以来试一试 就这么简单 二十九块九 你可以来试一试 那么大家说老师我怎么来购买这个二十九块九这个咱们限量的一个直播客 那么大家你现在可以怎么样呢 微博和一直播的朋友 可以直接进入我们这个黑油群或者直接进入我的微博来进行购买啊 然后呢 知乎和抖音的平台呢 大家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购物袋连接 你就直接可以在知乎或者抖音来购买了啊 然后我们群人们的用户 我们互相网校的群人们的用户 我们直接可以说班级群内的购客连接 来进行直接购买都可以啊 所以说的话大家如果想体验一下说老师我能不能体验一下可以啊 老师我这你30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的是你考研的一个小希望 对吧 你30块钱我们后面还给你有这么多的服务 你这么多服务不是30块钱吗 肯定是值30块钱的 首先我们有运向专业基础信息的指导 对吧 我们还有四节明师课的干货直播 你看光这直播客就四节课 这四节课你算一算啊 四节课29块930块钱 一节课7块钱 7块钱 我的天哪 你29块9 对吧 你点个品牌的麻辣烫 你都你都你都过去了 对吧 这一碗麻辣烫的钱 让你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课 我真的很便宜很游会了吧 还有多对一的群内都学服务 坚持听个打卡 还能有我们推并计划赋能的礼包 那么我们会给你有这样的一个院校专业选择的基础信息指导 包括像了解一下你个人情况 给你一些院校专业选择的一些建议 包括像 带你去解读招生简章 带你去解读招生简章 然后的话呢 我们有老师的直播客 我们有我的 陶哥的 陀豪明老师的 和杨超老师 我们这四节名识的直播客 给你讲的是院校专业选择方法论 然后的话呢 我们的考试政治的逻辑 考试英语 写作高分的策略和复习的规划等等等等 我们相应的四节名识直播客 我们群内还有加餐 因为大家你购买了我们29块9这个课程以后 我们会有一个群 群也会给你加餐 政治复习有加餐 英语复习有加餐 数学讲练也有加餐 让你体验一下我们的推名计划的服务 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吧 坚持打卡 我们还能送你一个推名计划 付的礼包 这个礼包有什么东西啊 首先我们有个坚持100天的一个贴纸 这个贴纸我觉得挺好玩的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我觉得也非常的好 你30块钱 你想又是听课 又是复习 还能得到这么多东西 对吧 29块9 29块9 还是那句话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买的是我们考研的小希望 再次提醒大家 微博和一直播的平台 进入到我们的KQ群 6168 05624 或者进入我的微博来进行购买 知乎客统员的同学呢 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购物袋的连接 来进行购买 那么我们群里边的用户 互相网交通用户 直接戳班级群内购客连接来进行购买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好 那个还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啊 还有什么问题 因为今天我看不到大家的反评 我看不到大家的屏幕 所以说我也看不到你们有问什么问题 我也没法跟大家来做相应的回答 总之我们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机会给大家讲更多的 专业科的知识也好啊 包括说后续 我跟大家是不是说了吗 我可能会去做所谓的带虎播了 我去做带虎主播的话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去看一看 买不买 你自己看着办 对吧 你可以看一看是不要钱的 对吧 所以说的话大家可以去帮我扫点人气 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一阵是推面计划备考方案的限量抢购 限量500份 大家你看我们开了这么多平台 微博一直播 直呼抖音 互相网笑 我跟大家说实话 我面前好几个手机 所以说这么多平台 我们限量只有500份 29.9的体验班 因为我多了 说实话我们服不过来 我们又想给你特别好的服务 我们服不过来 所以说的话不同平台 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购买课程 微博一直播进QQ群 或者是到我的微博去购买 直呼抖音 点击屏幕下方的购物袋连接 群用户直接戳班群内的购客连接购买就可以了 我也不准备回答的理由 好吧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这样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夜晚 希望你们通过我的直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选择 相信我们 我们一起蜕变